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备受关注的事件 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的审判 这位77岁的新闻界巨头 自4年前因反对声音的加强镇压而被捕以来 首次将在法庭上为自己作证 黎智英曾创办《苹果日报》 这家报纸曾是北京的眼中钉 并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随着国安法的实施 香港的言论自由遭受重创 黎智英面临的指控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命运 也象征着香港新闻自由的未来 如果他被定罪 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的惩罚 庭审前夕 香港的政治环境变得更加严峻 许多民主派人士被判重刑 黎智英的证词将成为他辩护的关键时刻 在庭外 支持者们冒着寒语表达对黎智英的支持 这反映了香港市民对言论自由的渴望 黎智英的故事不仅是他个人的奋斗 也是香港民主运动的缩影 随着国际社会对香港局势的关注加剧 黎智英的审判将继续引发对言论自由和人权的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突发事件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的庭审 这次事件不仅涉及黎智英个人的命运 同时也成为香港新闻自由状况的一个缩影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事件的背景 黎智英 这位香港著名的媒体大亨 以敢言著称 创办了苹果日报 这家报纸长期以来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政府 并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然而 自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的言论自由遭到严重打击 苹果日报也被迫关闭 黎智英本人于四年前被捕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 他一直被拘留 直到这次审判 他终于有机会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黎智英的庭审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因为他不仅仅是一起法律案件 同时也是香港新闻自由和民主运动的试经石 这次审判的背景是香港广泛的政治压制策略 尤其是针对民主运动和独立媒体 就在黎智英庭审的前夕 有45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 因颠覆罪被判处长达10年的监禁 其中包括前学生领袖黄之锋 他在法庭上高喊 我爱香港 这一呼喊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显得格外刺耳 黎智英的支持者们 冒着韩宇在法庭外表达对他的支持 这种支持不仅反映出对黎智英个人的声援 更是对香港言论自由的渴望 和对现状的不满 70多岁的邱美英女士 在凌晨4点就来到法庭 她表示黎智英代表了香港的精神 自从苹果日报关闭后 已经没有真正可信的新闻可供阅读 这句感言道出了许多香港市民的心声 针对黎智英的指控主要 包括与外部势力勾结和发布煽动性材料 这些在2020年国安法的定义下被视为重罪 如果黎智英被定罪 他将面临终身监禁的风险 这场审判被认为是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 涉及最著名的媒体人物的案件 也因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国际人权组织对黎智英的拘留和审判 表示强烈关注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主任沙拉布鲁克斯指出 黎智英因行使言论自由和对新闻自由的承诺 而被长时间拘留 认为这是对香港人权的严重侵犯 总部位于纽约的记者保护委员会 同样呼吁香港政府撤回针对黎智英的指控 称其为捏造的罪名 并批评香港自由的衰退 黎智英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商人和媒体人的故事 它反映了香港在政治、法律和社会层面上的深刻变迁 从曾经的言论自由堡垒 到如今被视为中国大陆一部分的现状 黎智英的经历成为了这一变化的象征 在庭审中 黎智英为自己和已经关闭的《苹果日报》进行了辩护 他回忆起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创办《一周刊》的初衷 认为这是向公众传递信息和自由的一个重要机会 他强调 《苹果日报》的报道方针与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一致 包括法治、自由、民主、言论等 黎智英的辩词中 他否认自己曾主张暴力或香港独立 称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 并认为独立诉求是不切实际的 尽管如此 香港政府和检方试图将黎智英描绘成 2019年抗议活动的幕后推手 与外部势力勾结 破坏中国对香港的控制 黎智英的案件在西方国家引发了强烈反响 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政府官员和人权组织纷纷发表声明 呼吁香港当局立即释放黎智英并撤销所有指控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乔利 表示沃泰华对黎智英及其他被控人士的案子深感忧虑 并呼吁香港停止对所有根据国安法被控人员的起诉 黎智英的审判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考验 同时象征着对香港未来的挑战 在全球范围内 黎智英的故事继续引发 关于言论自由和人权问题的讨论 尽管香港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黎智英的坚毅和勇气 无疑将激励更多人为自由而奋斗 感谢您收看《突发事件》 我们将继续关注黎智英案 以及香港未来的发展 欢迎您随时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黎智英这位顽强的媒体大亨 曾经把苹果日报打造成北京的眼中钉 然而 自从她在四年前因反对声音而被捕后 便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这次的庭审对她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如果被定罪 她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的命运 黎智英的庭审不仅关乎她个人的命运 也是对香港新闻自由状况的检验 自2020年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的言论自由受到严重打击 许多民主派人士被捕 媒体环境也急剧恶化 对于香港市民来说 黎智英的故事象征着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渴望与现状的不满 黎智英的支持者们表达了对她的支持 一位70多岁的支持者凌晨4点便来到法庭 直言黎智英代表了香港的精神 这反映了许多市民的感受 在国安法的背景下 检方指控黎智英与外国势力勾结 这在2020年实施的国安法下被视为重罪 若被定罪 将面临终身监禁的惩罚 这场审判是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 最引人注目的媒体人物的起诉 反映出香港政治环境的转变 黎智英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商人的故事 而是香港变迁的缩影 曾经自由的香港 如今却面临言论自由的危机 黎智英的正词为她提供了一次重要的辩护机会 这不仅是她个人的命运 也是香港未来的缩影 随着国际社会对香港局势的关注加剧 黎智英的故事将继续引发全球 对言论自由和人权的讨论 香港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但黎智英的坚持和勇气将激励更多人为自由而战 国际特赦组织和记者保护委员会等人权组织 对黎智英的审判表示关注 呼吁香港政府撤回对黎智英的捏造指控 黎智英的遭遇被视为香港民主衰退的症状 显示出香港的新闻自由和人权状况的恶化 在黎智英的证词中 他回忆起创办《一周刊》和《苹果日报》的初衷 强调言论自由和传递信息的重要性 他表达了自己对暴力和香港独立的反对 并否认自己是2019年抗议活动的操控者 黎智英的案件成为香港新闻自由与民主运动的象征 有超过100名国会议员呼吁释放黎智英 强调他是因为和平推动民主和新闻工作而被控 他的起诉在国际社会受到广泛关注和批评 被视为2020年后香港政治和新闻自由镇压的典型案例 黎智英的故事提醒着我们 言论自由和人权是需要不懈追求的价值 即使面对重重困难 勇敢发声的人将激励更多人为自由而努力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都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